大家好 海苏这几天没有做节目 在家有点事情 今天和大家聊一个关于中介的话题 原因是有一位朋友 他这个微信 问我这个SUV 中介方面的事情 聊着聊着我就觉得 这个题材挺好的 我们可以做一期节目 那么海苏有个微信 Canada9969 那么欢迎大家加我的微信 我们可以交流 看有没有什么有趣的话题 那么这个朋友 他是想问我关于SUV的一些事情 那么我就推荐 他去听我的移民风险讲座 其中有一集 讲的就是投资类移民 因为现在SUV 可能是加大为数不多的 还可以在境外 拿这个身份的移民项目 尤其是艺术类的自雇移民 他停掉以后 不过这个项目 也是一波三折 去年大概六月份的时候 当时移民部长说 SUV我们要大搞 一定要支持 对吧 这个有一年一签的工签 两年一签的工签 一直给三年 而且是open工签 但是呢 好景不长 这个很快 许了这个落的这个移民部长 他就走了 新上任的移民部长呢 他这个过了一年 对吧 然后我们发现SUV项目 一下子就收紧了 那么多的这个浮华器啊 投资机构啊 VC啊 一下子要限定名额了 每家只能给十个 而且呢 要优先考虑呢 这个加拿大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 技术圈子里的这个浮华器 当然因为我不是研究这个 这个具体名称的话呢 大家可以上网去搜一下 那么这位朋友的话呢 他就想走SUV 那我就推荐他呢 去听我那个报告 听那个讲座 那个讲座要付钱啊 很便宜啊 然后他就说这个没必要 觉得这个犯不着 犯不着操这个钱 我会觉得好 好有意思的 你知道 因为SUV像据我所知 现在都是上百万人民币嘛 那么你花一点小钱 了解他的风险点 由此的话呢 我就跟这位朋友呢 做这个深度的交流 你知道吧 然后他这么讲 他说呢 他们呢 要走SUV 只能通过中介 自己申请是不现实的 然后他就觉得呢 找一个好的中介 如果出了问题 合同有保障 或者部分有保障 通过法律途径 能要回来 那么你知道风险点 你又能咋样呢 人家本身就说了 是有风险的 这个我没想到啊 没有想到啊 他就说呢 听我的讲座 对吧 了解所谓的风险点 是没有意义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中介已经告他了 这个项目本身是有风险的 而且的话呢 这个也把风险点给他列出来了 对吧 你愿意走 你责任自担 你不愿意走的话呢 那就拉倒 只不过呢 他会给你签合同 就虽然有风险 但是呢 我给你保障 万一不过 对吧 那么我赔钱 赔多赔少 那我一听 哎呦 这个世界上 还有这么好的中介 牛逼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呢 接下来一聊 我发现这个事情 有点跟我想的 有点不太一样 他说人家说了 不能包过 但是不过可以推钱 这个我比较正常 知道 现在的确很多 这个中国大陆的 这个移民中介公司 包括温哥华 的部分移民中介公司 都有这个合同 就是说如果没过 哎 我把钱全退给你 对吧 只不过呢 那是前两年 那个时候呢 就是说移民局呢 基本上呢 是放的 对吧 通过率是很高的 所以呢 我也理解 这些移民公司 虽然他们完全没有能力 保证你一定过 但是呢 他可以向你买个保险 你知道 十个里面 有一个失败了 对吧 那么剩下九个 多收点钱 然后一起把这个钱 推给这个失败 这一个 但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签十个 有可能五个 甚至八个 都会遇到问题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这个合同签了 对吧 你将来怎么办呢 你赔得起吗 所以据我所知 已经有一些移民公司 对吧 当年签合同的 那位老总啊 那些股东啊 已经开始悄悄的 怎么样 从公司的这个 股权结构 和这个管理层 退出了 那么是不是 实际控制人呢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已经看到 有这方面的新闻了 好 我们接着往下聊啊 人家说了 不能包过 不过可以退钱 然后他 这位朋友 他评价说 好的中介是最重要的 风险点列出来 出了问题 能承担责任 我当时看这话 觉得很困惑 你知道吧 哪个中介会把 所有风险点 给你列出来呢 但我不是怀疑 他们不愿意告诉你 而是据我所知 真正能了解SUV 所有风险点的中介 应该是非常非常少的 绝大部分中介 是跟孵化器合作 他们本身对SUV项目 缺乏足够深度的了解 所以他们并不能把 风险点完全的列出来 所以我已经在讲了 我说你要注意啊 中介并不是清楚 这个项目的所有风险 而且他没有 没有能力承担所有责任 很多钱是要给出去的 比如说现在孵化器 对吧 他们是要收这个培训费的 而且培训费收的还不低 也是几万加币 那么现在呢 这个名额收紧之后 我看到有的孵化器是说 你出钱参加我的培训 但我不一定给你 可能他收三个人的钱 最后只能发一份 这个支持信 对吧 那而且他择优录取 那失败的两个 我想问谁 对吧 来给你这个推这个钱 那中介吗 但钱已经付给孵化器了 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那你这个中介会愿意 替孵化器把这份钱赔给你吗 如果你知道这个风险呢 你还愿意去冒这个险吗 要知道能不能被孵化器最终选中 这个完全取决于项目的创始人啊 取决于他们写的这个商业计划书的这个水平啊 而你作为一个投资人 你对这个过程是完全没有控制的 事实上你也不认识这位这位这个创始人 你是通过中介联系的 对吧 当然了 我说这个反正无所谓了 你反正准备承担风险 那就无所谓啊 那这位朋友就回答说 既然要走移民这条路 就必须有风险意识 这一点我要点个赞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个移民风险讲座的原因 你知道吧 他接着说呢 这个中介不可能打包票 另外肯定有坏中介 擦亮眼睛 找一个相对靠谱的合同条款细致去分析 尽可能规避一些明显的风险 白纸黑字写清楚 出了问题 不能说有个稍微兜底 你做中介 我很乐意找你帮忙 这个话就听得我有点没绕过来 最后一句话他说的是 你做中介 我很乐意找你帮忙 这里海叔要跟所有朋友说一下 我不做中介业务 不管是这个移民的 还是留学的 我都不做 所以马上告诉他了 我不做中介 因为风险不是中介的好坏 不是说我是个好人 我做中介 你交给我 这个项目 你就可以放心了 没有这种说法的 我就告诉他 大量的风险是中介 根本无法控制 我就举了个例子 比如说SUV 对吧 他这个审理的过程中 是优先审理这个创始人的 你要知道SUV 比如说五个人 对吧 一个团队 那么有一个人是领头的 是创始人 剩下四个呢 可能是跟头的 也可能技术骨干 那么如果这个创始人 他的健康出了问题 也就是他自己达不到 这个申请风险卡的标准 那对不起 所有的投资人跟得倒霉 所有的投资人全部被否 那我问了 这个创始人 他现在的健康 我们可以去查 对吧 但问题是 现在SUV的这个审理时间 高达37个月 也就是超过三年时间 我哪知道 作为一个中年人 他三年后 他会不会出现什么 这个重大疾病呢 这谁能保证得了呢 没有人能保证得了 对吧 然后这个朋友就回答说 对 移民有风险 好的中介如实相告 坏的中介为了让你签约 尽量的往好的说 好的中介有些好项目 坏的中介项目本身一地鸡毛 因为坏的中介受了钱 之后竟是扯皮 好的中介呢 稍微固点碾面 现在中介 鱼龙混杂 泥沙俱下 我们想考虑移民拿绿卡 也步步进行 这个话呢 说的还真是 大部分都是对的 大部分都是对的 这也是为什么 还说要搞移民风险 讲座的原因 就提醒大家 最普通的中产家庭 真的 你如果承受不了 这上百万人民币 打水票 两三年时间 耗在国外 最后还拿不到身份 如果你能承受这种风险 你尽管走 如果你的风险 对你来讲太大 那你就应该尽量的 不要在这个时间点 去考虑移民的事情 那为什么我说 他说的话 大部分是对的呢 因为 好的中介如实相告 好吧 看我下面怎么回答的 他没说完啊 他说的 接着他还在说 城市的中介 是我对中介最高赞美 不要求他全能打包票 出了问题 有些人为不可抗拒的问题 有个态度 有个基本的同理心 能承担部分责任 这就是我一直在找的 然后我终于听懂了 他没有找到 他心目中的理想的中介 一开始我很纳闷 我说还真有这种中介啊 把所有风险点 给列帐表 一个一个如实相告 然后还给你签合同 能够承担兜底的责任 这样他说的 对吧 不要求打包票 但出了问题 有些人为不可抗拒的问题 就算出了中介 不能控制的问题 这个中介还需要有个态度 有个基本的同理心 就换句话讲 宁愿中介赔钱 也要补偿我 对吧 这就同理心吧 能承担部分责任 我只好如实相告啊 我说你应该找不到 既然你还没找到 那我就觉得 你应该是找不到的 没有这么诚实的中介 为什么 因为他们活不下去 但是我看是不是这样的 你跑过来咨询我一个项目 你一般情况下 对吧 99%情况 都是不会付咨询费的 就算你付个咨询费 像有的持牌移民顾问 对吧 收个可能咨询费 200加币300加币一个小时 他把所有风险点列出来 给你一个一个过一遍 然后最后把你瞎跑了 他收了多少钱 收了200加币到300加币 如果他把几个风险点 对吧 隐藏起来 或者说作为移民顾问持牌的 他也翻不到跟你讲什么风险点 你知道吧 他只要把法律规定的内容说给你听 其实他就完事了 然后他的主要工作 并不是跟你分析风险 而是把你的情况 跟法律上规定的情况进行对照 帮你做个评估 对吧 看你的条件答到答不到 那么像SUV中间 对吧 你说你这个创始人 这个项目合格不合格 这已经不是持牌移民顾问 你能干的事情了 你知道吧 所以呢 他只要不打包票 他就已经很对得住你了 然后如果说 他不如是相告 对吧 然后把材料给你 他保证材料说的是真实的 至于材料以外的东西 真实不真实 或者是说有没有风险 这跟他没有关系 然后你看了 你签了约 他能拿到几万加币 大家看看啊 一个是99%的人 不掏钱 喜欢你杠他风险在哪里 一个呢 是1%的人 愿意掏个200到300万加币 200到300加币 一个小时听你帮他风险 一个是 不那么全面的告诉你风险点 他只要按法律的要求 告诉你 你合不合法定的 这个要求 合不合法定的这个规范 对吧 他就有可能拿到 三万加币 甚至几万加币的这个费用 你说他选择来一个 你觉得哪一种中间 能够最终活下来 这个呢 就是海苏碰到一部分 持牌移民顾问 就是持牌移民顾问 比如说在SASA 我就认识一个很优秀 持牌移民顾问 我就问他 我说你做不做 这个雇主担保项目 他就回答很纠结 他说我不能说不做 但是我也不能说我做 我马上就明白了 马上就明白了 什么意思呢 就如果你让他 帮你去找雇主 这种雇主担保移民项目 他是不做的 如果你找到了雇主 对吧 找他办 这个雇主担保移民的手续 这个他是做的 那么他帮你找雇主 目前市面上价格 对吧 这都是十万加以上的加币 就是十万加币以上 那么他帮你在你找到雇主情况下 办这个所有流程手续 他收多少钱呢 收一万到两万加币 一万到两万加币 那问题来了 为什么他放着八万加币 以上的这个利润 他不愿意去碰呢 但这不可能全是他的 但是比例上大家听得出 对吧 肯定比他一两万加币要高得多 他为什么不去做呢 仅仅是大家想象的 所谓中介中介 就是所谓的赚个信息差吗 大家想想看不是的 这里面至少涉及两个层面的价值 或者工作 第一个层面 就是让这个雇主愿意相信 愿意让你替他去找 这个所谓的雇员 对吧 这个是要花大量时间精力的 大家记住 不是一个简单的信息差 不是你拉这个旅游签证到了加拿大 就能随便便找到一个愿意给你担保的雇主 为什么 大家如果想知道详细的原因 可以听我的这个讲座 雇主担保移民的这个讲座 专门讲了这里面的坑 以及雇主的顾虑 雇主的考虑 那么第二个层面呢 就这里面的法律风险 他帮这个雇主去找海外的员工 然后还办所有的手续 那么他既要对雇主负责任 对吧 就是说要保证这个员工过来 不给他惹事 他要对这个员工负责任 保证的雇主 对吧 在办移民过程中不出问题 那么这里面他承担巨大的 法律上的和这个经济上的风险 那么这两层原因 是使得做雇主担保的中介 为什么收费那么高 也是使得这样一位体面的持牌移民顾问 放着那么高的利润 却避额不及的原因 我希望大家去体会一下 然后这个朋友突然问了我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们提供入境辅导服务吗 对新移民还有没有一条龙服务 咨询规避风险等适应新环境的讲座 这个我说实话 这个讲座很难做 因为这完全是因人而异的 而且在你移民成功以后 你会拉到一个大礼包 你知道吧 拉到一个大礼包 里面会提供了大量的加拿大官方的 新移民的落地服务 有详细的说明 大家拉这个可以去咨询就行了 那么还一部分的新移民 他们是拉到工钱入境的 像这位朋友 如果他升级SUV的话 那么他很有可能是拉到SUV的工钱入境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那你就拉不到这个大礼包了 为什么 你已经有雇主了 对吧 你已经有一份工作了 你有一份收入了 那就不需要加拿大政府 再为你去做任何辅导了 那这个逻辑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理解啊 好 这就今天呢 还是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故事啊 就是关于有这位朋友 他这个找我聊 这个SUV这个项目 引发的我的一些这个思考 今天呢也分享给大家 我也想听听大家 你们听了这个故事啊 你们是怎么想的啊 能不能弹幕留言啊 一起跟我做个分享 如果你想听我的这个移民风险讲座啊 那么可以加入我的微信 Canada9969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关注我的频道 点赞留言 转发给更多的朋友